Size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畫面會不一樣 不像iPhone,iPhone就一支,頂多就兩支 現在只有加長型,加長更長 網路上不是一直在調卡iPhone,一直在加長 iPhone 5跟iPhone 4,它的畫面的解析度都差不了多少 可是Android不一樣,Android有很多Size 你就要不一樣的Size去測試 這部分的話也試試看,把模擬器掛上去 再來就是我們如何把剛剛寫的Java的程式轉變為Android App 第一個的話,我想環境先把它建立起來之後 再來的話,就是從這邊新建有沒有 這邊會多出一個這個東西,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 剛剛是Java的專案,現在變成Android的專案 這兩個之間怎麼做,把它做轉換呢 其實會有一些動作需要做 裡面的話,其實在我的部落格上面也有放 所以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我那個部落格 我部落格上面就有了,所以你查一下吳老師 最近我也很,沒事就很喜歡寫東西 而且越寫越有感覺 而且感覺寫文章其實,寫東西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我這邊就寫了,就是剛好在德明上課的時候 剛好早說停在哪,不過這不是重點 然後我就慢慢感覺上課也像拍戲一樣 然後就寫了三個小時的劇本 開始上課就自己當攝影 所以你看我隨時我都要攝影 如果我沒有把它攝影,沒有把它錄下來 感覺這一堂課就沒有,好像沒有上到一樣 為什麼沒有留下東西 然後自己也變主播開始上課了,也把它錄下來 然後其實Java會變天鵝一樣,其實要靠Enjoy 本來Java快不行了 他在說賣給甲骨文 Oracle,然後賣了多少,60億美金的樣子 那因為Enjoy而翻身 所以如果你沒有學好Java,要學好Enjoy 只是什麼,圓木求魚 就是如果你Java部分沒學好的話 那當然我這邊也是一樣 在那邊上課也是用Java的證照題目 把這個慢慢轉換為Eclipse 那這個部分因為是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大概也沒有辦法講完這個部分 所以請各位回去 把這一篇部落的文先看過 那下個禮拜再來解好了 那我發現寫東西,效用還蠻大的 我發現我現在越寫越多 然後每一次上課 這個OK也上3D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篇Java的程式設計 所以要怎麼樣轉換 最近蠻多這種心得的 慢慢有感覺 所以你也可以看這一篇 那還有什麼Excel VBA 其實都在教程式類的 所以剛剛我就PO了 下課是我PO了一個 我的臉書上面 結果有同學給我點